近几年随着电视电影的繁荣制造了大量的机遇 让素人成功进入娱乐圈 以一部网剧成名词后人气居高不下的黄锦鱼 如今正式进军电影圈了 6月19日正值在第二世界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 黄锦鱼作为特别嘉宾 惊喜现身破译华语电影新机遇论坛 当天黄锦鱼一身简单白衬衫搭配牛仔裤现身 加上干净利落的寸头 整个人看上去散发着浓浓的荷尔蒙 刚从摩洛哥新系杀青龟国的他 晒出了一身又黑的皮肤性感十足 而发型界最考验颜值的寸头 被黄锦鱼驾驭得帅气有加 难怪一现身就引起现场的妹子们尖叫声不断 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 黄锦鱼也是带着自己的电影处女作 枪炮腰花亮相红毯 在这部影片当中首次演绎大萤幕作品的 他也是首次出演反派角色 黄锦鱼对于这次的演出经历也是印象非常深刻 我对这部电影其实是有特别特别深厚的感情 因为是第一次拍电影 所有的对电影所有的认识 然后其实都来自这部电影 然后自己本身有很喜欢这个电影 很喜欢这个角色 所以这感情可以说是特别特别的深厚 说起人气攀升如此之快 当然离不开广大护金团的支持 为了力挺锦鱼的第一部电影 粉丝们特地赶来送上祝福 承载着慢慢的期待 锦鱼都一一收下了 现场这温情的互动也是相当有爱哦 因为锦鱼他拍红海的时候 应该是拿过很多枪械或者说一些装备的 然后想法 因为不论是小坎克或者说是小钢铁侠 都是很难被摧毁的一个载体 然后在我们的心目中 锦鱼也是很难被摧毁的一个人 尽量不要摧毁 经历过大红大紫的黄锦鱼 目前影视作品并不算多 第一部电影作品 枪炮腰花是黑色幽默喜剧 而在刚刚杀青的爱国主义动作 电影《红海行动》中则有大场面的枪战 看来虽然作品不多 但是在每一部新作品中 黄锦鱼也是力求突破呢 盘及未来的发展 黄锦鱼也是保持着一颗平时的心哦 其实我觉得如果想把任何事做好 都是从自身做的做起 然后首先是努力 然后是坚持 太大的话我也不敢说 什么说自己呢 肯定是百分之百的努力 然后再加上一个愿意 一直坚持下去的心 然后去尽量把我分内室给做好 然后分外如果有需要我帮助的 我应该去帮忙 加油加油 上海报道